各位朋友大家好 快要下枝了 今天要介绍下枝头3天饮用的汤 即是6月21日至6月23日 但这个下枝是年年不同的 所以大家留意你的日历 记得是不是那天合用 这个下枝头3天 跟着完之后到中间的9天 然后再到最后有3天 为什么要分开三段呢 我也有个比例跟大家说过 就像马拉松比赛 之前要做热身运动 A部分就是热身运动 然后中间跑的时候 就是你大保的时间 最后那3天 当你到了终点 你都会继续跑几步才停 不可以立即停下来 所以这段时间的补又要减轻一点 让你慢慢回复正常 所以今天这个太子心 莲子百合益肺汤 是很适宜头3天 即是6月21日至23日饮用的 先讲材料给大家 就是太子心要大约2两 干的无花果 4-6粒 看它大小而定 最好是白色那种 就是少点糖分 南北肯适量 大约1汤匙 朱纸可以半斤 甚至是你喜欢甜一点 加多一点没问题的 干的白盒是30克 干的去深的白莲子 就要40克 蜜棗1粒 果皮1小块 清水大约10碗 做法大家都知道 所有的肉类 首先我们要出水 所有的药材 我们这里都要洗一洗 而太子心 因为可能会有粗幼之分 如果你太粗 煮的时候 未必出味就浪费了 所以这些药材 我多数洗干净 用盒子装着 加清水 塞进冰箱 浸过夜 它比较软 你就把它容易切成一片片 然后所有材料一起 用10碗水煮滚 再收慢火 煮大约1-2小时 这样就可以饮用 你喜欢加少许盐调味 这个汤大约3-4个人分量 功效就是对于 戏虚肺醋 所以它能够润肺又化碳 可以增强你的抵抗力 和改善人心的功能 所以是老有合用 你听过名字太子心 知道太子也吃不坏 所以小朋友也喜欢吃 为什么叫太子心 在下回分解 但今次要和大家说 你会发觉 为什么一时我们用 红色有皮的莲子 一时我们要去皮 叫做白莲子 我曾经介绍过 强腰宝腎去夜尿这个汤 是要有皮的红莲子 因为红莲子是健皮 而白莲子去皮 去那个莲子深的是白色 而白色的食物在中医的理论来说 是抑肺的 所以发觉 咦? 白盒 杏仁 和毛花果全是白色的 所以是抑肺 所以双莲 就是白莲子 是抑肺 抑神 和安神的 今天这个汤 就用了白色的材料 所以我们就不用红莲子 用白莲子 至于大家最熟悉的 猪肺菜干湯 这个猪肺就是白色 所以对肺是有保益作用 那为什么我们今次一开始 头三天要用太子心呢? 就因为其他的心 比较是保 你未曾大保之前 用一个小保一点的 那就用太子心了 那为什么叫太子心 和它的功效如何呢? 在另一个视频再详细介绍 希望大家在这三天内 试一下熬这个汤 少補 然后跟着中间段时间 可以多補一点 那你就可以一年受用了 多谢大家收听